有關於這個進來大家比較關心的 這些快篩的使用還有這些流程 我們請莊夫跟大家說明一下 有關就是大家在詢問有關CMNITING的 一個家用快篩試劑的部分 那因為已經最近已經開始在這個所謂的 醫療器材販賣業者這邊已經在開賣了 所以比如說在藥妝店 醫療器材行還有便利商店 還有藥局都可以買到家用快篩的一個試劑 所以如果說要購買說要先確認這個產品 名稱有沒有家用 還有包裝是不是有勘載所謂的 防疫專案核准製造第幾號 或是防疫專案核准輸入第幾號等字樣 那至於你買的這個 是不是你買的這個這個快篩試劑 是不是食藥署的一個核准的產品 那你可以到食藥署的網站去查詢 那所以經過他上面產品裡面都會有 這個使用說明書 那就可以利用這個說明書 來進行這個採檢跟操作 那如果一旦 這個採檢操作之後判斷為陽性的話 那這邊要再分兩 兩個部分來處理 如果你是屬於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 那就是請立即跟當地的污染局聯繫 還有或是播1922依指示方式來處理 那另外就是這個 你這個採檢的器材必須要用塑膠袋 密封包好 那一定代致這個社區採檢院所交給院所人員 那如果說是非居家隔離且非居家檢疫者 那就請 進速到這個臨近的社區採檢院所進一步的 一個檢驗 那這個部分也要特別注意戴好這個口罩 那沒有 不要搭乘大衆運輸工具 那再來 所以在這個部分如果說檢驗 最後就是如果說用交通快篩檢驗結果 如果是陰性的話 那就請做自我健康監測 那這個採檢完的這個試劑跟試劑棒的部分 就用塑膠袋 密封 包圖 那一般垃圾處理 以上